忍耐一點 再來放一些麥 有了一些葉,放一些麥, 放一放紙藤 紙筆有很多木脫出來 本來不應該這樣攪去煎 但在這裏全部爛的地方都給它煎乾淨 所以就放在那裏 如果我放出去那裏 你們會覺得我自私 放在那裏是我不自私 或是自己政府做自己的一件事 一畫一畫一畫 這裏一畫過來 不用什麼都切正中間 切正中間不好看 本來就是一畫一條線,一條線,一條線 這樣就可以了 有時起兩條線 都是一些節奏感來的 這樣,這頭全部 這樣,這頭呢 放一些,它沒有的 好像一些花陀 其實這頭沒有花陀的 只不過我這樣做一做就會多一種結構 這樣做 這樣做 做到這一個 另外一個 另一個呢 連枝我都調過一下顏色 剛才那個顏色 今次是這些顏色 那調上去好像一樣的 其實我調了是不一樣的 我自己知道是不一樣的 那連結構都變了一些 剛才有斜出來的 我這些直下去的 是沒有所謂的 這樣呢 這個又點幾點 又點幾點 是很符很畫 那這個 畫一條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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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好像平時這樣 勾很多條線 就很複雜了 其實是不畫也可以的 但是呢 畫一條線 它就會 覺得會有密一點 那我畫到上面 很好看 那這裏怎麼搞定的呢 想想 這個形狀 一個形狀 這個是米字形 這樣 一個是米字形 這裏是這樣的 這裏不好看的 這樣 如果我填一些東西下去 它就不會這樣 這樣 我填一些 那我填押了 那我填一些 雪范 很濕 這裡會畫一些東西 可能會化的 我一畫畫到這個 畫得有點化 我接受 這個畫得多有趣 畫得起毛毛這樣 這些畫法未必一定是紫藤的葉 紫藤是攀爬的 它爬在這些地方也可以 人家都會 摺在這裏 摺在這裏 這裡還可以遮遮它 這樣就沒有剛才那個好像三角形容的養物